奥德萨民众违规在海滩游玩 被军方征兵处征召入伍 基辅方面为百万参战军人目标继续招募雇佣兵 据观察者网报道 乌克兰媒体网站当地时间14号称 乌克兰奥德萨军方和制法部门近日展开联合行动 对那些违反禁令在奥德萨海滩游玩 且达到征召年龄的男子发出征兵传票 另据乌克兰国家网站同日报道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特鲁斯卡维茨 由于时常有人在作为城市供水储备的湖里洗澡 征兵处吐泄了湖边 被发现的应征年龄男子也将被军方传唤 过去这些人只会被巡逻警察驱离 但现在他们会被征召入伍 乌克兰网站补充称 无论这些男子的居住地点在哪里 他们都会被奥德萨军方征召 仅一天征兵处就发出了27张征兵传票 有收到传票的男子不承认自己违反了相关禁令 并且试图证明当下离开海滩并没有异议 因为俄罗斯军队的船只离海滩还很远 还有人直言政府禁止人们在海滩上休憩的行为是愚蠢的 称这是一种人为的商业限制 政府一边嘴里说着财政预算没有钱了 一边又阻止纳税人去海滩上消费 另据报道 此前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西·列兹尼克夫选称 乌克兰需要将参战军人数量增加到100万人 早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曾表示 为了补充不断减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基辅方面正在继续招募外国雇佣兵 根据俄国防部此前数据 乌方已累计招募6500多名外国雇佣兵 截至6月初人数亿减少一半 有的战死有的回家 也有的成为俘虏 他还提到 美国私人军事公司正协助基辅政府招兵填补 招募对象包括阿富汗难民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